有人说心脏跳得快好 说明心脏有活力 还有人说心脏跳得慢好 说明咱这个心脏有动力 那么究竟心跳怎么样才是健康的呢 下面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许道人认为在情绪平稳的这个情况下 60到100次每分是正常的数值 但这不是完全正确的 例如如果患有冠心病心脚痛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病的人群 我们认为每分钟的心跳次数是趋于接近60左右为好 这时有些人就开始担心了 自己这个心跳过快或过慢是否是有患上疾病的风险呢 下面我就给大家梳理一下 在无任何基础心脏病的前提下 心率过快可能会出现防性心动过速 失性心动过速 失上性心动过速这些问题 但不必太过紧张 只要积极的采取干预 不久以后它就会好转 如果心率过慢呢 建议你去检查一下是否患有痘性心动过缓的情况 如果有的情况呢要及时就医 不然可能会危害到我们身体的健康 如果没有呢 自然心率是低于60 但能很快的这个恢复 那么就不用过度的担心 如果你怀疑自己这个心率出现异常呢 建议还是前往医院进行心电图 等相关检查 确保我们这个身体是健康的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点赞留言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谢谢大家